Hello,大家好,我是Calvin 歡迎回到我的頻道 今天要和你分享五個超級實用的流行英文 OK,第一個,暖男 很多人會說Hot Boy 就像Hot是表示熱的意思 如果我們形容某人身材很好 我們也可以用這個形容詞 For example, she's so hot 她身材很好,非常的火辣 那暖男的話其實是形容某人非常的貼心 或是很會照顧人 因此在英文中我們會用Caring 或者是Considerate 這兩個形容詞 比如說 Do you think of yourself as a caring guy? 你覺得你自己是一個暖男嗎? OK, number two,磁窮 當你在緊張的時候有沒有出現過此窮的情況呢? 這裡在英文中我們可以說 At a loss for words 注意下loss是表示丟失掉的意思 也就是你一下子丟掉了單詞 或者你也可以說 Wrong out of words 也就是你的單詞都用光了,用盡了 比如說 I was at a loss for words When that girl invited me to dance 當那個女孩邀請我去跳舞的時候 我一下子就磁窮了 OK,第三個 負能量 當你在處於困境的時候 或者是不開心的時候 有沒有覺得負能量滿滿呢? 這裡的話我們會用Native這個形容詞 Native是表示消極的被動的 所以負能量的英文是Native energy 那相對的就是正能量 我們可以用positive energy這個片語 比如說 Don't let someone's negative energy bring you down 不要讓某人的負能量激垮你喔 OK, number four,低調 當你希望某個人很低調的時候 我們可以說 Keep a low profile Profile是表示輪廓或是側面的意思 那如果我們說某個事情很低調 注意下這裡我們會用low key這個片語 For example Jack likes to keep a low profile He seldom shows up on TV Jack一直保持很低調 他很少在電視上出鏡 或者你也可以講 This birthday party is really a low key event 這個派對舉辦得非常的低調 OK, the last one 你少臭美了 現在大家身邊都有一些太過自滿 或者是自信的朋友 這個時候我們可以用這句話 在英文中我們可以說 You are so for all of yourself 就像for是表示滿的意思 也就是你太過自滿 或者你也可以用另外一個片語 Don't be a smug smug是表示自己偉大的人 自己為事的人 比如說 I'm a handsome boy, right? 我是一個帥氣的男孩,對嗎? Come on, you are so for all of yourself 不要了吧 太臭美了 好的,那這樣子有沒有搞清楚呢? 還有哪些流行的英文 你覺得會比較常見呢? 歡迎大家在下面的評論去留言 如果你喜歡我的頻道 記得幫我點讚、轉發喔 小文宇會補定期更新 希望大家一定要訂閱 或者是關注我的頻道 我是Calvin 這裡是IE英文教室 Catch you guys next time Bye Bye